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先为您梳理每日新闻话题榜 国土资源部等五部门下发通知 明确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 纳入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账的范围 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保障农户 宅基地 牧权等重大改革具有基础性作用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的十里河面变成了像绿漆一样的颜色 远看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河水 哪里是青草 据当地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由于近期连续高温 蓝藻爆发造成的 目前尚没有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理 只有等雨后水量增加 加快河道静流的更换速度 才能有效改善水质 减少蓝藻的滋生 铁路科票系统近日升级了 从8月1号起不仅是居民二代身份证 只要旅客使用规定的旅行证 亲人保障证 海员证等24种证件 到火车站购买火车票 火车票上都可以加印旅客姓名 购票信息也会收入记忆库二次购票 信息可以直接看出 来关注云南鲁电地震 如今地震已经发生一个多星期了 目前云南震区是连降大雨 燕色湖排险难度增大 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来看本栏目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这次鲁电6.5级地震所形成的次生灾害中 燕色湖的威胁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看我的身后 这两座山体像被刀切了一样 所有的碎石都堆积在这个狭长的河道里 形成了这次非常严重的牛兰江火都红香的这个燕色湖 这几只呢 那个武警水电部队都在为积极的排险做准备 由于山体滑坡形成的燕色湖 位于鲁电县和巧辖县交界的牛兰江干流上 要前往燕色体进行排险工程 抢险人员必须经过通往红石沿村的 唯一一条狭窄的环山公路 不过地震之后 山路严重损毁 道路上村民家中 到处可见大小不一的松动石块 8月7日通往燕色体的山路被打通 9日燕色湖施工现场开始全面施工 来自武警水电成都军区周桥部队的660多名抢险人员 200多台设备24小时轮番作业 目标是在8月12日前完成疏通工作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次地震所形成的 牛兰江燕色湖湖面上 正在搭乘着武警水电三种队救治队的冲锋艇 达到燕色湖的作业面 这几天的水位的上涨有所下降 也未转移群众和排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目前燕色湖水流减缓 水面上升速度减缓为每天一米左右 此前最快的一天 牛兰江燕色湖高度上升了8米 原来的牛兰江也不宽 十几米宽 深度大概只有七八米 七八米 与2013年的数据相比 这一段牛兰江水位上涨近30米 水面面积已为正常水位的三倍 为降低溃焰风险 初期地方政府在紧急转移4200多人的基础上 目前共以妥善转移群众8172人 如果不是和地震以前的老照片做对比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现在这片充满漂浮雾的水体下面 覆盖的是怎样的一片陆地 据说这里是一片坡地 这还属于高处 但是高处的这棵大概20多米的核桃树 现在已经掩盖了它的枝叉分压处 而这片玉米地 很多玉米虚心的都已经在水体下面 而我远处那个白铁皮所在的地方 原来是一个三层楼的居民居住区 我们不是在这里住啊 他们把我们转移到乡镇去了 现在昨天晚上我们下来把这个都拆了给他们吃 给谁吃啊 给谁啊 他们这里强选来都演 燕色湖酷容2.6亿立方米 相当于三十分之一个电池 直接影响上游汇泽县两个乡镇 1015人 燕色体一旦溃绝 可能引发灾害链 直接威胁下游沿河的鲁店 巧家 朝阳三县区十个乡镇 三万余人 3.3万亩耕地 国家房总已经把牛兰江 红石岩燕色湖 列为最高级别的一级风险等级 它这个下游有很多电站 当然现在这个居民已经疏散了 但这些如果说蓄水到高位 再这个倾泻下去的 这些电站基本上都要破坏殆尽 红石岩49户村民 除了张登帆等四户位置较高 其余的四十几户 现在全部淹没在燕色湖下面 据当地村民称 在现有的燕色湖水面下方 共有三个村庄和一个度假村被淹没 现在始终的没有拉起来的 可以有五六个 五六个 其他的都跑出来了 其他的都跑出来 我现在站的就是这次6.5级地震所形成的牛兰江的燕色体上 现在我这块面积已经非常大 大概都有几百米的样子 而在我的左手这个山体像这个碎石块的痕迹还非常明显 由于经过地震 现在这个山体非常不稳定 不时的还有石块往下滑 这个浮沉还能够看到的 不同于2008年汶川地震唐家山燕色湖的堤坝主要是泥土可以使用推土机直接推走 牛兰江燕色湖全是大石头 长宽分别达到750米和300米 水面以上40米 水面以下达到70米 燕色体方量约1200万方 现在我们就主要在这个燕色的中部的开挖一道泄流槽 那么让这个水位的始终开挖在低位 它不能从高位悬液下去 那么在低位的逐渐慢慢的缓慢悬液下去的这个消减它的能量减少对这个下游的这个破坏 燕色湖的上游流域从10号晚上到12号降水逐渐增强 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这对于燕色湖的大坝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一旦大水漫过大坝 那些并不紧实的山石就会被裹挟着顺流而下 处于下游的巧家县小河镇等村镇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目前的排检正在紧张进行中 相关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在镇中鲁垫县龙头山镇 翠平村是比较偏远的一个村庄 地震不仅造成了道路塌方和房屋倒塌 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许多养殖户也遭遇了灭顶之灾 在翠平村村民和蔬才就是村里损失最大的一个 我现在是在养殖户老河的这个养兔子的地方 那本来老河在这里养了3000多只的兔子 但是在这次地震中已经死亡了2000多只 造成兔子死亡的原因就是我旁边这个楼倒塌造成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楼基本上是完整的 这倒的是为什么呢 本来这楼是三层的 中间之前跨了 跨了波家这个大跨的 地板之城是后的 平常的层 中间之前跨了 就现在这个楼一层是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是三层吗 是三层那层是 那这是中间二层没有呢 中间二层没有 地震中两层楼面突然垮塌 一共3000多只兔子 一下子死了2900多只 只剩下了120只 这让老河真是欲哭无泪 一会儿房源人员 把这个死兔子全部买完 在水里头 老河一家四口人 家里除了种植一点玉米以外 收入主要靠养殖兔子 老河告诉我们 在养兔之前 家里全年的收入还不到一万元 眼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老河开始搞起了养殖 这两年养殖兔子算得上顺风顺水 不仅生活好了不少 而且已经还了一部分借款 老河最遗憾的是8月3号 也就是地震的当天 他已经有了一批肉兔出栏 连买家都已经找到 但是这笔生意最终没能成交 马上就要到手的一万多元 就这样被一场地震化成了泡影 事实上在地震中 老河损失的 可不仅仅是这2900多只的肉兔 兔子快死光了 房子也地基下线 墙壁开裂 变成了微房 现在全家人每天都睡在院子里 用一张塑料布遮挡风雨 几块砖头就是炉灶 震后的炉电已经下过几次大雨 当地的温差也大 一入夜温度最低 只有15度左右 由于进入翠平村的道路已经塌陷 救援物资一时难以送到 这样的日子 他们已经过了整整六天 今天你们这里 就在我们过来 家里面的情况不好 我们给你送点 油分比 谢谢 好好好 没有没有 来把东西放在这里 8月4号早晨 第一批救援人员终于进入了翠平村 其实老何收到的粮油 使这些救援的官兵们 从嘴里省出来的 8月8号下午 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 翠平村街子村民小组 接到了第一批救援物资 老何领到了两顶帐篷和几床被子 救援的官兵们很快帮老何搭起了帐篷 老何和他的家人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这个下午 老何没有时间再为自己的兔子悲伤 他和村民们一直忙着给救援的官兵和志愿者们烧水做饭 想到明天老何也不再那么绝望 现在他相信兔子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学国多地高校学费上调 部分省区涨幅超过了50% 昂贵的学费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费贷 稍后来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我和弟弟都很想你 妈妈你们又去了哪里 妈 别人国家都来人家团员 我们追不来 这是为什么 妈妈你去哪里 我很想记得你 我们去山东的 过来 中华要野福祭祥 关注留守儿童原梦行动 妈妈去哪了 聚焦三农八月外淫呈现 再过个两三周 各地高校就要陆续开学了 又有一批大学生 要怀着对未来的憧憬 步入梦想中的大学校园了 但是对于有些家长来说 心情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我们来看看屏幕上的两个字 学费 近期全国多地公布了 高校学费上涨的标准 部分地区平均涨幅超过了50% 那么都是哪些地方上涨的学费呢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江苏的情况 江苏上公办高校学费 平均涨幅是16.4% 那么在今年三月召开的 公办高校学费结构性调整听证会上 在本专科的八个专业当中 除了艺术类和农民类 这个学费没有上涨之外 那么其他的六个专业的 学费标准都有所上涨 涨的最多的是医学类 那么这个上涨幅度呢 是从每学年的4600 涨到了6800元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是 农民专业没有涨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那江苏省物价局 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这主要是农民类本身呢 属于冷门一点的专业 报考的学生呢 又大多来自农村 或者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加上国家财政的补贴 相对比较多 所以农民类专业 在听证方案制定的时候呢 没有考虑提价 好 我们再来看看宁夏的情况 那六月份呢 宁夏公布了普通高校的 学费涨价新标准 按照新标准啊 文史类学生 每人每学年呢 有2600元 调整到4000元 增加了1400元 理工农类呢 由2800元 调整到4400元 涨了1600元 医学类由3000元 调整到5300元 上调了2300元 那么这三类学费的涨幅 均超过了50% 再来看一下浙江的情况 浙江省公办高校的 公科医学类专业学费 大约呢 是提高了31.8% 其他专业的学费啊 上调幅度在13%到14%之间 那此外 今年以来 贵州公办高校学费平均涨幅 为16.4% 2013年啊 广西福建 山东 湖北 层地已经相继调整了 公办学校的学费标准 其中呢 广西涨幅 36.2% 福建涨幅 20% 山东涨幅 21% 湖北涨幅 25% 那面对多地高校学费的上调 很多人呢 也在担忧 一年万元左右的学费 相当于一些农村家庭 一年的收入 一家人可能养不起一个大学生 那即使能办理住学贷款 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 仍然会面临着就业难 还款压力大的问题 那很多网友就此发表评论说 越来越高的学费生活费 无疑压垮很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 十年寒窗苦 如今梦成 却要看着梦想放声哭 大学学费不断上涨 确实成了不少农村家庭沉重的负担 拿着录取通知书 却因为学费问题 迈不进大学的门槛 让人心痛 最近我栏目也一直在关注 寒门学子学费难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 可以让这些为学费发愁的孩子们 紧历的圆自己的大学梦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 河南驻马店的寒门学子 记者见到姚孟辉的时候 他正在喝中药 姚孟辉说 为了方便自己看病和上学 爸爸就在县医院附近 租了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 自从小学六年级得了强职性脊柱炎 药就是每天的必备品 如果不出院的话 然后全人都会疼 关键还会中 然后中午都没把猪 汤汤也不管汤 患病的这些年 姚孟辉住院7次 短则2、3个星期 长则2、3个月 每天和病魔抗争 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为了不影响学习 姚孟辉经常一边治疗 一边看书 今年高考 姚孟辉以613分的成绩 考上郑州大学医学院本硕联读 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现在却成为 摆在一家人面前最头疼的问题 姚孟辉的医药费和学费 已经让靠盖尼瓦降火 维持家中开销的父亲 很是力不从心 去年姚孟辉的妈妈 因为子宫流住院做了手术 家中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现在大学学费 完全成为一座大山 压在了一家人的头上 赶紧把梦上好梦 然后能够做 好好学习把自己干上去 我们希望能有好心人 伸出援手帮一帮这个家庭 我们也祝福姚孟辉的病 能够赶快的好起来 如果您愿意提供帮助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零一零八二一零一六五五 让我们共同来帮助寒门学子 圆他们的大学梦 好 再来看其他三栋实讯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旺季 黑龙江省华船县新工农机合作社的文景刚 今年种了近三万亩水稻 我们原先的时候 种地就种一万一千多亩地 通过农行对我们扶持 去年给我们 今天给我们贷了两千万块 我们增加了种植规模 现在我们种了三万亩地 近年来 依托群与农业资源优势 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 不断加大三龙信贷投放力度 重点支持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 我们近几年投入了一百二十五亿元 对一百零三户的企业 和一百和十三万七千户的农户 接下来扶持 据统计 前三年黑龙江分行 累计发放涉农贷款近七百亿元 目前全行涉农贷款余额一百九十八亿元 成为新代之农第一大行 仅邻俄罗斯的东方第一村 黑龙江省福远县东发村的一个小超市 农业银行福远县之行 在这里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推出了金税汇农通工程 将金融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 我们卖粮 卖粮以后 以前都是什么 都是点钱 又怕有假钱 又怕干啥 到银行什么 就得打车上线去 帮着去 想说特别特别不方便 这回应现在可方便了 我们到这办了以后 直接就可以转贷过了 特别特别安全 现在我们黑龙江农行 对全省的乡镇的电子集合化覆盖率 是百分之百 是九百多个乡镇 对行政村的覆盖率是八千多个行政村 我们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库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各位收看 明天同个时间 再见